分數是A分之57 剛剛講假分數的時候 你把它畫起來好不好 當它假是假分數的時候 你就知道A一定怎樣 比較小 對不對 然後呢 他說約分之後呢 會變成八分之B 會變八分之B 那現在會有個問題 那A會是8嗎 我先說我不知道 有可能會 也有可能不會 為什麼 因為57裡面呢 有沒有2這個分數 沒有嘛 所以有可能之前就有分數可以約分嘛 我先說我不知道 有可能有 也有可能沒有 我不知道 接下來他把八分之B 畫成代分數 會變成二右八分之C 那很明顯的 這個C 這個二右八分之C 我如果去做對照的話 當然他講說八分之C是真分數 就是C一定比較小 OK 那我們要講的東西是 二右八分之C怎麼辦 是不是可以變成是二右 八右十六分 八右 對 八分之十六加C 所以我是寫八分之十六加C 可以 那個X就是C的意思 看得懂嗎 就是我先把這個代分數 二右八分之C 換成假分數變成他了 好 那我要跟誰做對照呢 我要跟這個做對照 它其實就等於誰 它其實就等於這個八分之B 對吧 因為它是把它換成假分數才變成他的嘛 那他的前身呢 一定是這個A分之五十七嘛 看懂嗎 你要先把題目轉換成他 你才能夠去想怎麼做 OK 可以啦齁 可以吧 好 那現在我們開始慢慢想 如果我要約分可以變成他的話 請問你五十七的因素會有誰 五十七的因素 你用短出版去做 是不是三 然後還有十幾 十九 十九 那很明顯的 你會用十九去約分嗎 不會 肯定不會用十九去約分 為什麼 你用十九去約分 你用十九去約分會變成三 那答案會變成八分之三 那是蔡青史的 所以你應該是做兩種可能 一種是除以三 一種呢是除以一 因為一也是他的因素嘛 對不對 OK 好那如果是除以三的話 我還原回去就會變多少 是乘以三 所以我的A就變多少 A就變成了是二十四 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變的話 就維持原來八分之 多少 八分之 也有可能是八嘛對不對 還有兩種可能 那到底是二十四分之五十七 還是八分之五十七 先跟你講 八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八分之五十七的話 你把它換成假分數的話 換成蛋分數 它應該是七又八分之一才對 怎麼可能會變成二又八分之一 這個答案 所以很明顯的 這個八不對 應該是二十四 好那我們看整個邏輯合不合理 我們看一下 二十四分之五十七 好你去除以三 這變成是八分之十九 然後呢 有沒有等於二又八分之一 有吧 二又八分之三 對不起 二又八分之三 那這樣是等於通通都符合題目的要求 好 所以答案通通出版 所以答案 A多少 A就是二十四 然後B呢 19 C呢就是三 那就答案 這樣會嗎 這樣會嗎 好